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文上前面有子曰这两个字 是代表孔子自己说的话 若没有子曰 便是他人说孔子 如果没有子曰两个字 是别人说孔子 那么这个一张书 那么这里没有曰这个字 子温而立 威而不蒙 公而安 孔子不教人如此 不教人作难 因为这种态度 没有人说得到 这是别人说孔子的态度 那么这里 也给我们讲 那么这是别人 对孔子 他的态度 来 给我们讲 孔子他是 平常 他是什么样 的一个态度 那么这个态度 在佛门讲 也叫威以 这个态度 我们一般人也做不到 那么孔子 他也不教人 一定要这样 不教人作难 也就是 不给人为难 别人做不到 那勉强要他这么做 这个孔子不会如此 因为这个态度 毕竟 他表现 是自然的 不是 做作的 有注解说 这是真子说的 那么有的 注解 他是这么说 这张书 讲的这个话 是真子说的 因为真子 知孔子最深 因为啊 什么原因呢 真子知道孔子 最深 也就是最了解孔子 但是 有谁见到呢 这个血路老人啊 那么对这个 注解的说法呢 有 质疑啦 有的注解认为啦 这是真子说的 因为真子啊 最了解孔子 但是 有谁见到呢 谁作证呢 这个这个 这个也是 不能确定的 不知 什么人说 那也不知道 那到底是什么人说的 若说 孔子自己 说自己 没有这种事情 那孔子 不可能 啊 这个好像 啊 自己说自己 啊 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张 一从 没有 约字 比较好讲 啊 所以这张书 啊 一从 没有 约 啊 这个字 啊 有的注解说 有约 啊 有的说没有 啊 如果有约呢 那就是 孔子自己说的啦 啊 那没有约 这个字 啊 是别人 说孔子的 啊 血路老人讲啊 没有约 啊 比较好讲 或许是 孔子 弟子 说 孔子 啊 这个是 啊 比较 严谨的 说法啦 啊 就是 复习啊 是孔子的弟子 来 说孔子 那这个可能性 比较大 子温而立 子温而立 温 人温和 孔子 他表现在 疑态 态度方面 那么给人感觉 是 温良 恭 俭 让 又 灵之 以 庄 则 敬 这等事 不可以 学 外表 那么这个事情啊 不可以 学 外表 要有 内涵了 但太过 敬 就不 温和 温和 便不 庄严 这个 太过度了 这个恭敬 就感觉不温和 但是温和 就觉得好像不庄严 我们一般人啊 大概会有这样的情况 孔子呢 是既温和又严厉 孔子为什么能温而立呢 因为孔子 望之言然 急之也温 听其言也立 孔子没有细语 没有讲一些 没有意义的话 他没有这个细论 佛法叫细论 没有讲这些 你们只要把 四库前书 三藏十二部 学到肚子里 会讲了 就能如此 孔子如此 世尊也是如此 那么这是圣人的言行 跟我们凡人呢 不同了 威尔不蒙 威尔不蒙 三国的张辉 威尔不蒙 那必须威尔不蒙 看起来啊 这个有威德 言威 但是呢 他不蒙 那这个跟张辉就不一样了 张辉看起来很威武 勇猛 张辉威尔不蒙 孔子是威尔不蒙 公而安 公而安 现今的人学公 却公的不自然 所足无措 因为原来飞扬 浮草惯了的缘故 孔子是公敬而安 不激素 那么公敬 他有安详 没有激素 那我们现在的人 学这个公敬 的确我们不自然 的确我们不自然 但是孔子 他是公敬 但是他又很自然 很安详 也不激素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这个 温而立 威而不蒙 公而安 这个都是我们学习的 圣人的一个标准 在佛法讲 威以 那么威以 发出于内心 成于中 行于外 这个也不是外表 去装模作样 就可以了 还是要真正 内在的 这种修养 好 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